其实我是想让大家自己先练一练 最好先练一练 最好你不要用它的快捷方式 以后再用快捷方式 怎么用快捷方式呢 机右键 这么机右键有一个source 在这个类上机右键有一个source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generate get and set generate get and set 然后把你想要生成的这四个 这四个值把它给勾选上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有个first numb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在最前面还是放在最后面 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放在后面 放在后面就是last number OK 它就放在这个后面 你如果first number就放在前面了 就放在这个前面了 所以说选择last number 然后格式化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就很方便 当然如果说有一些需要逻辑上的判断 你在这个地方再加上逻辑就行了 加上逻辑就行了 这个大家也应该掌握 但是呢 这个代码是怎么写出来的 你肯定要知道的 是吧 好 然后还有一个show info 对吧 public public void show info show info 有的同学这样去写 student 等于new student 然后把stitm.out.printlain 然后学号 是吧 我这个地方就不写全了 我只写一个学号和姓名 学号是什么呢 加上stitm.out.printlain number 不 number 对 你看 很奇怪是吧 它还能仿佛数字段 对吧 不奇怪 因为它都在同一个类里面 同一个类里面了 那 按道理讲 我们应该是get number 然后再加上一个 斜杠n 换行 对不对 然后姓名 然后加上 student.getname 好 这样写对不对 这样写肯定不对了 你不信你试一下 这个直交永远都是零 这个直交永远都是空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遛了一个空的对象 又遛了一个 它就重新分配一块 地质空间 它跟原来那个 你在外面遛了那个对象 是往两个不同的对象 而你有没有给它相关属性负质 它是不是都默认了 学号整形值默认就是零 支付串 默认就是空 所以说你这个肯定是不对了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写 因为你现在 你这个类 你正在构建这个类的过程中 你这个类正在建设过程中 你怎么就一开始实力化它了呢 对吧 你这个实力化肯定是在外部实力化的 对不对 你现在还正在创建这个类呢 你就开始去创建大楼了 是不是 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你给应该怎么样 你就想太多了 就直接 310 print raise then get number 对吧 raise then get name 或者raise then number raise then name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raise then number raise then name 对吧 这个我们的同学 感觉都很有创意 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想不到的问题 但是 这只能说明一点 缺乏练习 一定要多去练习 多去思考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 那然后在 慢里面来调容 看一下 在这个慢里面 我来调容一下 我把这个注写点 然后我再来调入student 这个时候才去创建这个类的实例 等于new student 然后给这个相关属于负质 number等 set number 假如说1001 然后呢 set name 等于张 等于张 其他我就不设了 都是这样子的 对吧 然后呢 调入他的方法 就让他点 show info show info 好 知情 run as 大家看 学号1001 姓名章 这就是我们 学生这个类就写好了 是吧 很简单 大家就 其实这个很死的 让这套路出牌就行了 好 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很麻烦 假如说学生这个类 假如说有十个字段的话 你是不是每一次创建之后 都要set set set 然后再去做 很麻烦 那有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呢 我们可能需要 当这个类一创建的时候呢 我没给它复制的时候 它就有一些more的值 对吧 你看你这个地方 如果说没有给它复制 会出现什么情况 直接调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出现一些 这个整形值就是0 这五块就是9 就是9 所以 但是有时候 那很多时候 我可能就是说 会有 即使我没有给它复制 我会有一些more值 这样就会更好 就是说 在这个类的 错识化的时候 我就给它一个more值 给类的一些 私有之段 给它一些more值 我如果想这样做 那就需要认识我们的下一个词典 就是构造函数 再开发一个旧原类 有属性 姓名 年龄 学历 职位 行为就是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那这个根据我们的经验 是吧 我们很快就写 因为 属性 我们一讲属性 大家就脑海现在有个概念了 就是四个字段 八个方法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四个属性啊 那就一定会对应 四个字段 八个方法 八个方法 那么自我介绍是行为 就say hello 对吧 那就是方法 方法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根据 根据这种情况 很快封装出来 这个没有写完 这个省略的啊 封装出来四个属性 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好 这个跟我们刚才那个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老师 是吧 好 但是我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我每次掉下来 都要这样去复制 很繁琐 我希望呢 就是在这个 你看 如果是有一个 如果我忘记复制了 那他末 他就为难 就为难 那假如说像这种情况啊 像这个老师的话 像老师的话 像到我们公司来进行工作 我们老师 要求一定要是 本科以上 对吧 就默认是本科 当然你可以是 大专 这个这个研究生 也可以是博士 但是你至少是本科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不需要 每一次都付本科 我即使不给他付本科 默认就是本科 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对吧 一般我招聘都是本科 是吧 那特殊情况下 可能会有些研究生 但是我即使不给他 付资职位的时候 他这个职位呢 他这个学历呢 他也是本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可以在我创建 这个类的时候呢 我给他这个 十九字段呢 给我的字段 给他一些默认词 那我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要求 构造函数来解决 那什么是构造函数 什么是构造函数 他有什么作用 那么在加法里面 该怎样去 写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以及呢 有什么时候 会调用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加法里面 也叫做构造方法 因为在C下方里面 习惯叫构造函数 我讲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一个意思 构造函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大家看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或者说以下条件的方法 就是构造方法 什么特点呢 大家看一 首先它是一个方法 对吧 因为我们讲一个类 就只有两大部分组成 一个是属性 一个是方法 那么既然是方法 它就是那个带可号的 对吧 带可号的那种 就是说 它是一个方法 那么而且这个方法很特殊 第一个 这个方法没有反应值 第二个 这个方法必须与类同名 看到没有 满足这个条件的 就是构造函数 这个没有返回值 是什么意思 你那个 void叫不叫返回值 void它也是返回值 它也是返回值 就是说 它也是属于返回值 只不过是返回值 是void是空 但它也是有返回值的 那何必没有返回值 就直接就没有了 就没有那个参数了 就没有那个值了 另外一点 它是与类同名 所以说你根据这两个条件 你看你是不是就构建出来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看这个是没有返回值的 然后呢 这个名称与类同名 那么把类中这样的一方法 就叫做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 这就是构造方法 就是什么是构造方法 满足这个语法的就是构造方法 好 那么构造方法那 有什么用呢 对吧 我我我为什么需要写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到底有什么用啊 大家看什么 这就要讲到什么时候去触发我的构造方法了 你看我们要在类中写一个方法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 就像刚才那那个修音符对吧 我创建一个类的实例 然后调整它的点修音符去调用吧 但是这个构造方法你能不能调用啊 你是不能调用的 你不能说我创建一个teacher的实例 我来个teacher点teacher teacher 那这个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那就是构造方法 它是不能够手工调用的 它什么呀 它是自动调用 什么时候被调用 哎 就是当我创建这个类的实例的时候 会被自动调用 什么时候啊 也就是当我去teacher等于留teacher的时候 它会被自动调用 自动调用 所以一定要注意它这个特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这个这个构造方法 非常适合干什么呀 非常适合就是当这个类在一创建的时候 就做一些措置化的工作 对吧 哎 就应该写过的方法 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 对吧 你像我这个老师类 我只要一创建 我这个末尔的这个学历就是本科 哎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给他的私有之段学历 复制为本科 那这样的话 即使你将来你没有给他的学历复制 那么答应出来这个学历还是本科 是不是这样的 就方便我们的编码啊 方便我们的编码 所以呢 回到我们这个例子啊 那假如说我要想给这个学生类加一个构造 啊 你看啊 如果说我没有给他的姓名复制会出现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嗯 会出现 就是滥子 对不对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那就是滥子 但是我现在就想 性命如果没有复制 那就是写上一个无名式 对吧 哎 那我就到这里 我给他写个构造函数 啊 根据这种语法规则 怎么写构造函数啊 就是说首先是一个方法 当然应该爬不离开的了 容许对外访问 然后呢 方法这个名称呢 与类同名 是吧 而且没有返回值 那我这样写就是一个构造函数了 啊 这个构造函数什么时候被被执行呢 就当我去溜这个构造函数的时候被执行 那么我在这里呢 一上来 我就给我这个内部负质 一个默认字 就是无名式 无名式 那 那你看啊 当我再去 容许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虽然没有给他内部负质 但是这个内部质 现在是无名式了 如果说 就是什么时候他被调容了 就在这句代码执行的时候 被调容了 被调容了 如果说你想看得更清楚 你可以在这下个断点 你就更清楚了 然后 debug as 你看程序执行到这里 肯定端下来 好 端下来了 端下来了 然后我 足 F6什么 F5是足语句吧 我足语句执行 继续执行下一步 你看到哪去了 哦 你看 你看6的时候 他就走了 构造函数了吧 然后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你看这句话执行完了之后 才执行下面的 是吧 就说明 他是首先执行那个构造函数 然后再执行 这个构造函数 其他方法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自然就知道了 对吧 这个构造函数 怎么样去定义个构造函数 那构造函数 其余就是什么 用处 那什么时候被调 什么时候被调 所以这就是构造函数 这就是构造函数 好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去创建一个类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就给这个类 给他一些默认值 但是大家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做他死了 对不对 就是说我每一次 我一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就给他这个类母负值 与无名士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个很明显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希望这个 这个到底能负什么值啊 我能够自己传过来比较好 这样就更灵活了 是吧 我能够传 我如果传递过来张三 那他执子就是张三 我如果传递过来李四 他执子就是李四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出现代仓的构造函数 对不对 就是我这个构造函数呀 我要代仓 大家看 你看我们写这个构造函数 就写了一个什么 就是写了一个代仓的构造函数 你看 首先它是构造函数 为什么说它是构造函数呢 因为它满足构造函数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没有返回值的 第二个是跟类同名 但是它和刚才那个过程 感受不同 它是代仓的 你看会更灵活 是不是 更灵活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就来把我们的这个写成一个代仓的构造函数 那我怎么写呢 我 我在实用论这个类里面 实用论这个类里面 那我再写一个 我把这个改成代仓的 改成代仓的 就是 实验 实验 好 然后就是说我传递过来什么 那莫尔的就是什么 对吧 那我如果传递过来的是无名式 那它就是无名式了 对吧 我传递过来 比如说我去做个章 那它就是章 是吧 那你再看 你看这个就是章 是吧 这就更灵活 其实我原本我是需要创建一个类 然后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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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复制的 那实际上现在我可以完全怎么样 把这个代码写成什么样的 写成全部都通过这个里面去复制的 对不对 一次性给这个资料里面去复制的都好 当这个类一创建 所有的子端都有子了 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更方便 代码更简洁 代码更简洁 对吧 你看像这个例子就是这样 它把这个参数 传步 这个子端的措施化 传步图 我这个参数传递过来措施化了 看到没有 这样就更简洁 更简洁 但是呢 我可能想更进一步 怎么更进一步呢 就是当我传递这个名称的时候呢 那它就复制我这个名称 那当我不传递这个名称的时候呢 那它就是more之无名式 对吧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这个我就写两个构章函数了 那就是在这里 我就把刚才那个构章函数 我不改 我再添加一个新的构章函数 对吧 相当于 刚才的支持刚才那个构章函数 如果我在这里传递参数 那就会调用我们那个代参的构章函数 对不对 大家说这个地方会调用哪个构章函数 是不是调用这个 你下个端点就会 肯定是调用这个 对不对 因为这个代参嘛 其实它就是方法 对不对 你根据哪个参数 会自动匹配这个方法 对吧 那么你如果要是我们不带不带参 那你看他他他他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无名师看到没有 这就说明什么呀 这就说明他调用的是 不带参的 不带参的 那假如都把都删掉了呢 那这个 他怎么还能执行 但他虽然这个指数也烂的吧 但是他不报错 是不是 所以 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你看 我再来给你加上这个 这是很迷惑人的 我如果把你加上这一个 假如说我不是希望他代参吗 好 我给他加上这一个 代参的 但是你会发现啊 这个时候就报错了 你看原来不报错了 我加上一个这就报错了 这是为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过来的一个特点 首先 就是说我们这里啊 就是说如果说我没有给他过来的 他上次有一个过来的函数了 他系统会有一个隐私的无参过来的函数 系统本身会有一个隐私的无参过来的函数 也就是说过来的函数会有两种 一种是显示一种是隐私 就是你如果是不给他 他默认的是有一个隐私的无参的构造函数 但是如果说你一旦给他过来的函数了 这就变成显示过来的函数了 一旦你给他定义了显示过来的函数 他就会把你的那个系统的隐私的那个过来的函数就屏蔽掉了 那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看你 你也就是没有那个无参过来的函数了 所以说你要调让他说你是不是必须再参 对吧 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无参的了 你已经把那个给屏蔽掉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特点啊 就是说你一旦定义了隐私的构造函数 显示的构造函数 你就会把系统那个无参的隐私的构造函数 屏蔽掉 当然有的时候我的程序要为了更灵活 我既容许你这样去创建我的累 对不对 但我也容许你不带参去创建我的累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我更灵活嘛 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只能这样呢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说你这个不屏蔽的吗 那你把它删掉 你把它删掉 那你这个有参的就没有了 那很简单 我们是不是就给他显示的添加一个 我什么代码都不写 我是不是像那一次把这个系统的那个 既然是隐私的被屏蔽掉了 对吧 那被屏蔽掉了 那我再给你加上就是了 我这里面我可以什么都不写 你虽然看到好像是一句多语的话 但是呢 它实际不是多语的 因为它如果你这样做 它就容许你这样去写代码了 对吧 你完全可以先生命 然后再复制嘛 不一定是创建的时候就复制 对吧 就说这两种的话都可以 你既可以这样去创建你的类 也可以是这样去创建你的类 对吧 这样就更加灵活 更加灵活 看到没有 所以啊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这是这个面向对象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好 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构造函数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加瓦真的构造函数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习惯叫构造函数啊 那个其实加瓦里面把它叫做构造方法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首先呢 加瓦的构造函数呢 就是 首先啊 第一个 它是一个特殊的 还是构造方法 和加瓦这么同一起来 是类中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也就是你要知道 它首先是一个方法 那么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特殊在以下两个方面 就第一个 该方法 一定要与类同名 是不是 如果与类不同名 它就不特殊了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方法 它就不是构造方法了 那如果你不加返回值 它会报错的 那么第二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 该方法 一定不能有返回值 哪怕 void 是不是 哪怕 void都不能有 都不能有 那么 第三个 第四个 就是 这个构造函数啊 构造方法呀 那么它什么时候被掉入呢 当 我们 实力化 一个 实力化 该类似 该类的 构造方法呢 构造方法 会被 自动掉入 那么这句话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这个构造函数呢 它是不能够 构造方法 是不能够手工掉入的 构造方法 是不能 手工掉入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通过一个实力点 你这个这个这种方式去调入你的构造方法 你只有去实力化你的类的时候 如果去6的时候 它才会去 调入你这个构造方法 是吧 才会调入你这个构造方法 啊 那么第五点 那么第五点 啊 就是说 如果 就是一个类 啊 可以没有构造方法 啊 可以 没有 构造 方法 但 也可以 有多个 构造 方法 也可以 多个构造方法 那么如果说有多个构造方法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就像当我们又给他叫一个名词 叫做构造方法的重载 啊 存载 那么至于什么叫存载 下集和我们再讲 那么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像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旦有了 一旦定义了 一旦在类中 定义了 显示的 构造方法 那么 系统 将会 自动 屏蔽 屏蔽 该类的 隐私 隐私 构造 方法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让我们看来给大家 检验的这个例子 对不对 啊 给大家证明了这个例子 证明了这一点 对吧 如果你一旦定义了显示的构造方法 那么系统将会自动屏蔽 一概类的隐私 构造方法 所以说其实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 啊 就是说你只要 定义了带餐的构造方法了 你就不管有用没用 你就一定要去定义一个无餐的构造方法 哪怕是它里面没有任何代码空在那 但是为你的程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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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呃 就是让别人使用你这个类的时候会更方便 你就方便了别人的使用 啊 就是建议你如果定义有餐的 那你就一定要再去定义一个无餐的 啊 一定要再去定义一个无餐的啊 哪怕里面没有任何代码都可以 好 那么第七点 就是构造方法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那构造方法的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做构造方法了 啊 构造方法的作用啊 主要使用于 磋死化一个类 对吧 啊 主要使用于 啊 磋死化 磋死化类 啊 磋死化总确的讲应该讲磋死化类里的这个成员变量 是吧 成员变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子段 啊 所谓的子段 所谓的子段的子 那么最后一点啊 有一点专业 但是后面大家会明白 就是说构造函数呢 是不能够被继承的 这一点在一些 这个面试题里面非常喜欢考啊 构造方法啊 构造方法 是不能被 继承的 是不能被继承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啊 构造函 构造方法是不能被继承的 那因为我们在内容的 只要是这个负类的public方法 它其实都能够被子内继承 但是唯有构造方法 特殊 它是不能够被子内继承的 不管它是public 还是private 啊 但大家注意啊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说构造函数 它通常都是public的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构造函数啊 把这个构造方法定义成private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可以试一下啊 如果你把它定义成private了 你就没办法去溜它了 溜它就会报错了 就意味着你这个类啊 你是不打算去溜它 这个时候什么 但是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其实这种方法用到很少了 你看你创建一个类 你是不是就要实力化它的 去用它的 否则你要这个类干嘛呢 但是有一种情况下 特别有用 就是单力模式 单力模式下面 我们会刻意的把这个构造函数 定义成private 就是说不让你去创建它 你会给你提供一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 内部去创建它 这就是属于设计模式里面的 最简单的一种设计模式之一 就是单力模式 单力模式 这个时候会用到 把这个构造函数的 这个这个构造方法的 这个修饰符啊 把它定义成private 但是这种场合很少 几乎只有这种情况下会用到 好 希望大家都记下来 我们后面会陆陆续 会给大家总结很多类似 这样那些 这样那些东西啊 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都都都理解了 都够的好处 你也就都掌握了 掌握得很透彻了 好 都记下来了 嗯 今天内容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啊 因为这个 还有很多啊 我们其实继承还没有讲完 那下一节课还继续给大家讲 嗯 然后呢 大家呢 这个上级作业啊 上级作业的话呢 你就先做啊 你就先做那个 其实第一章内容基本上差不多了 基本上我们差不多都讲完了 还有一个东西没讲就是重载 重载这个下节课我们就很快就讲完了啊 那么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做这个上级作业的第一个了 就是上级作业里面的这个封装部分的上级练习啊 后面对面有PPT啊 就是封装部分的上级练习啊 嗯 嗯 然后呢 客户作业呢 大家注意去阅读一下啊 那么疯狂加把奖页的第五章第六章 他关于面向对象这两章讲的很多 也也很好啊 特意提个要求 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 不要写思维导图写读书笔记了 我现在改变这种做法啊 就是把里面所有的代码 把该两章所有的代码全部 在Eclipse里面运行起来 把 该两章 所有代码 在Eclipse里面运行起来 那么同时呢 思维导图 那个 用思维导图做读笔记 这让你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 对吧 你光去再看看 看 发现问题 问题 你暴露出来了 有个同学 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容易理解 觉得讲的还挺有道理 你动手写 问题多多 一定要把里面代码 你全部都在Eclipse里敲一遍 它上面代码也很多 其实也很好 把它都敲一遍啊 敲一遍完了之后 把这个最重要交上来 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双修 我们是双修 我以前好像给大家讲过 单修了 就是单双修了 这不是啊 这边都是双修 就是学生是双修的 就是说周六周日这两天 足够你们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的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 在这个下周一的时候 统一交给我啊 就是你平时需要交的东西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你这个整个的 这个思维导图 那么以及这空话家 讲一整理的东西 一周交一次 就是每一周的周一 每一周的周一 给大家统一一下啊 好 那今天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我们开始上课啊 那么我们继续呢 上一节课的内容啊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到了 加瓦的面向对象的 三大特性之一啊 封装啊 封装啊 讲到这样的一些概念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封装啊 其次呢 我们要知道 怎么怎么样去封装 在加瓦中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封装 那么其次呢 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要需要封装 对吧 当别人提到你 就是说加瓦的面向对象 三大特性 你张口就答出来 封装继承多态 但是这些东西 你答不出来 还是没有 实际上说明 你根本就不理解 或者说不了解 或者根本就不理解 什么是真正的 面向对象的封装 这是它的意义啊 我们说什么是封装呢 封装的话 在加瓦里的实现 就是那么 perate 加上get set 这个修饰服务 那么来共同 来完成的一个封装 来完成的 封装的过程 那么通常像 我们这样去做 实际上本身 它就是一 就是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就是一种封装的形式 一般情况下 我们讲我们的一个类 那么 一个类的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个封装 就是一个封装 是一个 一个概念 这样的一个高度抽象 那么但是呢 这个类呢 它需要有一些东西 对外提供 接口 那么有一些东西呢 需要呢 对类提供封装 那么怎么样进封装呢 我们说一个类呢 它上有两大部分组成 那么一个呢 是它的 属性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方法 我们讲在属性的方法里面 最重要的应该是它的属性 应该它 因为它是数据的载体 所以我们应该对属性 做封装 那么实际上 我们讲最重要的应该是 总确的来讲 应该是字段 那么我们以属性的方式呢 把字段做了一个封装 就是说首先 我们应该 永远都应该把字段 定义成pervet 能够行的 其次呢 我们应该给这个字段呢 给它抽象出来 get set 那么对外提供访问的接口 所以大家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方法呢 在内部访问 不希望被外部访问 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方法 定义成pervet 私有的 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方法 能够对外访问 那你就应该把它定义成public的 public的 那么对于我们刚开始 去认识封装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 就是说了解 知道这样做就是封装 我觉得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么其次为什么要需要封装呢 当然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数据了 对吧 为了保护我们的数据 为了从安全角度上去讲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还给大家提到了 这么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类和对象 类和对象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回忆一下 类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是吧 我们从语法和语义上分别给大家解释了 类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类是创建 如果从语法上来讲呢 类实际上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类型 对吧 那么对象呢 就是这种类类型的变量 类类型的变量 类型的变量 只不过这个变量很特殊 那么使用之前呢 一定要先溜一下 为什么需要溜一下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其次呢 我们从语义的角度上去理解 类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就是类是创建对象的模板 对象是类的一个实例 是类的一个实例 我希望大家要牢牢起作这两句话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类的构造函数 对吧 构造函数 我们上节可以给大家总结了 构造函数的这样的一些特性 是吧 一些特性 构造函数 首先我们讲它是一个 或者说构造方法 它是一个特殊的方法 特殊在什么地方 第一点 这个方法一定要与类同名 是吧 第二点 这个方法呢 不能有返回值 哪怕是void 也不行 那么第三点 这个方法和普通的方法不同 普通的方法 它直接可以通过类的实例呢 进行调容 但是这个方法不行 它呢 只能 它不能够被我们手工调容 那么它当我们这个类的被实例化的时候 它被自动调容 它会被自动调容 它不能够手工调容 不能够手工调容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殊地方 对吧 那么构造函数一般用于有什么用呢 是吧 那构造函数就是常常是用来 那么当我们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就给我们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私有之断 给它绰使化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呢 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把它放到类的构造函数里面去 把它放到类的构造函数里面去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类的构造函数啊 它还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那比如说在一个类中 那容许不容许没有构造函数 容许不容许啊 容许的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过的函数 它默然就会有一个隐私 构造函数 那么一个类中容许不容许 存在着多个构造函数 也是容许的 实际上这个就像浪雨 是构造函数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要讲了一个概念 但是大家要明白构造函数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定义了显示的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就会把隐私的构造函数呢 屏蔽掉 所以说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定义了带参的显示的构造函数的话 那么你最好另外再写一个 无参的空的构造函数 这样是为了方便这个客户关注的编程 那么最后构造函数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能被继承 不能被继承 那么大家如果说从这个角度上都去理解了 掌握了构造函数 那么我相信构造函数这一块知识点呢 你就掌握得很透彻了 那么在有一些面试题 或者一些是笔试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呢 那就可以引认而解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第一章遗留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方法的存在 在这里给大家 给大家快速的讲一下 实际上这个呢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呢确实很好用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 这个这个方法的存在 方法的存在 我们知道啊 就是说在细语言里面 我们不可能说在一个文件里面 那么去定义两个方法通明 它是不容许 不容许这样的一种 语法上就是不容许这样做的 但事实上在加法里面呢 它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呢 事实上把一个类里面 存在着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同名方法 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行为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语法啊 就把它叫做方法存在 方法存在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方法存在是什么存在啊 是方法存在 是不是啊 不是属性存在啊 也不是自传存在 所以说它存在的一定是方法 一定方法 但是方法存在呢 它不是无条件的 它不是无条件的 我们首先看啊 我们这个怎么样做 那就构成了方法的存在 大家看其实呢 在我们加法里面很多地方都用到的方法的存在 而且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方便啊 实际上大家已经用过 你像systime.out.println 也没有注意到 当我输出输出一个语句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放一个整形值过去 没有问题 我放一个字幕串过去 也没有问题 我放一个任何整形过去 基本上systime.out.println 都可以把它正常打印出来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 因为systime.out 它肯定是一个类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类肯定有一个方法 叫做println println里面这个方法里面 肯定是上官参数嘛 那为什么 那我往里面传递任何类型都可以啊 你有没有刚开始 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 而且这种这样做 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方便 对不对 那按道理讲 那在这边你是不能这样做的啊 因为你要放整形值 你是不是应该叫做 比如说你应该叫做systime.println int 你应该把这个方法叫做 这叫做这个println 下 放systime.println systime.println 放double println double 大家想想 如果他要这样设计 我们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好用了 我们在记好多 对不对 我们在记好多这样的方法 但是呢 你才知道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说 它就一个方法 println 都是把这个内容把它打印出来 对吧 那我为什么就叫 直接叫println 不就行了吗 那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 隐身是一种新的语法 就是存在 存在 那么它会让我们觉得有什么呢 它让我们觉得 我们这个类的这个方法 有一种智能化的这种功能 有一种自动化的这种功能 是不是 我往里面放什么 它就可以自动识别什么 是吧 那就会让这个类的使用者 会觉得特别的方便 类的使用者会觉得特别的方便 但是编写这个类的 这个人的本身 编写这个类的 这个作者 它其实并不会 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方便 他还要 他还是要写三个方法 对吧 你要写println 里面放intln类型 println 放chartln 他还是要写三个方法 他本身来讲 他并没有减少他的工作量 但是呢 他却大大简化的 类的使用者 大大简化的类的使用者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封装的概念 封装的干什么呢 封装上就是把复杂的业务逻辑 封装在我们代码的内部 对外提供简单清晰明确的接口 供外部使用者调用 这其实就是封装的本质 封装的本质 封装就是给内的使用者 带来方便的 而不是给你编写内的人 带来方便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很多在使用面对象的这个 这个初学者都 都会有这种困惑 就觉得我为什么用面对象 我这个方法 我如果不用面对象去写 我两行代码就把它搞定了 但是我用面对象去写 我还得去封装 我还得去考虑内叫什么名称 我还要去定义字段 还要把它写成get set 还要再定义方法 我结果两行事情就能够完成了 结果我写了可能四行代码 还没完成 我觉得这不是找麻烦吗 对不对 本来我两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 我可能十分钟还没搞定 但事实上大家一定要知道 封装本身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让你写代码的时间变得更少 应该讲封装 因为封装会让你写代码的时间会变得更长 让你的程序会变得 至少在你封装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讲大家回忆一下面向对象的优点里面 他也没有提到说让你的时间会更短 或者说让你的代码会更少 他没有提到这些优点吗 他讲了什么呀 可维护 可维护性好 灵活性好 你的程序更健壮 是不是 你看他从这些角度上来的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到 他可能这个同学花两分钟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程序解决了 实现这个功能了 但是另外一个同学 运用面向对象 他可能花十分钟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但是呢 后面如果说这个程序需要修改 或者需要功能化成改变 那么没有十分面向对象的这个同学 他可能需要花五分钟才能把这个程序上再改成新的 这个算法新的功能 但是十分面向对象的这个同学 他可能只需要花一分钟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吧 也就是他的后期的可维护性会大大加强 可扩展性会大大加强 他的灵活性会因此而大大加强 所以大家看待问题 你一定要从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那么重载也是这样 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重载 他是为了方便谁的 不是为了方便你的 是为了方便类的调用者的 当然这个类本身是你就是你写的 而你又是来调用你这个类的人 那么你当然就成为这个受益者了 是吧 那好 那么对于重载 大家已经知道了 他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说要 能够是 就是说这个方法之间构成重载关系的话 他一定要满足这么 两个条件应该是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两个方法呀 这个方法他一定是 一定是一个类里面的 如果说两个类里面都有两个同名的方法 这个两个方法之间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他俩之间都没有任何关系 一定是这一个类里面有两个方法 而且这两个方法怎么样啊 同名 而且这两个方法同名 你大家回忆一下 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说在一个类里面 是不是允许有两个构造函数啊 那这两个构造函数形成什么关系啊 就是重载关系 他们为什么能够和平共处啊 因为他们构成了重载关系 但是 是不是说 我们在内容存在了两个 同名的这个方法 那么他们俩就一定能够不能重载关系呢 不是的啊 重载关系是有要求的 你比如说 我给你写一个类 我给你写一个类 那我这个类呢 里面有一个方法 public int clc 好 这是一个方法 那你说 我再写啊 这个里面有一个 有两个类型吧 inti intg 好 咱们 谢谢观看